- 現在的Uber和計程車都非常方便,也是我們現在偶爾需要實惠達成的交通工具 只是有這樣工作的司機永遠都不知道自己下一個客人會是怎樣的人 今天就要帶你來看五個在Uber計程車上拍攝到的恐怖驚恐畫面 第五,我要坐Uber 一位Uber司機在夜晚等待接單的時候,突然被一位奇怪神秘的男子停在路中擋住 - 我有這個瘋狂的男子,他剛出現了我的車子,然後他嚇死我了,我叫警員 - 男子一句話也沒說的,慢慢走向司機,看起來就像是被俯身一樣 後來司機也打電話報警,這位神秘的男子不讓司機開過他 司機問他要不要幫忙,他還是不回答,只是無表情的盯著架實看 - 你看這個嗎?你看這個嗎? - 還好最後在發生任何事情之前,警方已經到達,並將他逮捕 - 你需要錢嗎?你需要幫忙嗎? - 你沒事吧? - 什麼事? - 什麼事? - 什麼事情? - 什麼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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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那個肌肉的男子 - 看他的眼睛,我看他看他,我看他看他的眼睛 - 他的眼睛是瘋狂的 - 你看他的眼睛嗎? - 他的眼睛全都瘋狂的 - 毒品? 第四 附身女乘客 一位网友在YouTube频道CaseTech上传了一个影片 标题写着Uber时机上游点点点被附身的女孩 影片就跟普通街客一样没什么奇怪的地方 当时已经很晚了 司机当时在一间夜店外等待乘客 其中一位乘客等到他被扛出来的朋友 朋友上车后他用他的手机 完全没有发现住在旁边的女子不太对劲 他的头360度的转动 表情猙獰就像是被附身一样 甚至一直想要打开城门发出奇怪的声音 很明显的是晚上喝了太多 最可怜是载到这样乘客的时机 他一言不发的应该只想赶快把他们送达到目的地 晚上遇到太多这种客人还真的会以为自己遇到鬼 第三 鬼乘客 日本最严重的海啸过后 许多司机都表示自己遇到怪异现象 像是载到鬼乘客一样 其中一个影片也是引起许多网友开车恐慌症发作 司机的前件事器拍摄到路边有个女子要搭车 停了车 车门开了之后 竟然没有人上车 车门却关了起来 让司机无头绪的同时 又赶到头皮发麻 刚刚路边的小姐 到底究竟是人还是鬼呢 第二 发狂乘客 接下来这个司机在这个乘客的整个过程都呈现一个傻眼的状态 因为乘客一上车就问司机能不能掉头走 然后一直鬼吼鬼叫 讲话的句子也非常不合理 甚至到最后面还开始动手 把手放在司机身上 然后司机停下车请他下车 后来他保证自己不会乱来 司机表示会把他带回他上车的地方 但是他又开始乱吼乱叫 吼完之后又道歉 到后面司机实在受不了 只好花了一段时间执意请他下车 他最后才下车 第一 上班惊险计 当Uber司机最可怕的就是 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个上车的人会是怎么样的人 这位司机虽然开的不是Uber计程车 但是他突然载到一位包覆全联的乘客 而且身上还有带武器 并叫司机把钱都给他 司机虽然身上只有11亿美元 不过这个戴面具的乘客运气真的超差 不但只拿到11亿美元而已 等红绿灯的时候 司机故意停在绿灯时不前进 因为后面刚好是警察的车 警察下车发现不对劲 将后面这个乘客逮捕 让这个司机逃过一劫 你们有搭过Uber或是计程车 遇到什么怪事情吗 欢迎在下面分享你的经验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可以帮我按喜欢和分享 想看更多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Goodbye